當然其實還是不夠 因為我覺得 就是得名是其次 但重點是我對這個表演的完整度 有沒有做到 對 那希望下次我還有更好的表現 不只是在舞蹈方面 對 很多事情和 東西我都可以再努力嘗試 嗯 謝謝 有於挑戰新東西 很棒 那安妮哥 我講一下 小潔其實今天表現的 老實說因為上一次 你跟敖犬是第一名 那這一次第三名 不代表你表現得不好 但就像剛剛藍波老師有提到的是 在這一段舞的整個才藝過程當中 他不夠搶眼 他不夠讓人這個力量或記憶深刻 我覺得在設計上面 可能要再花一點點心思 其實我們今天選前三名選了很久 尤其是第三名 小潔其實你跟表演滑板的 小馬 是 才藝是同分 對 你們在今天的才藝比賽是同分 雖然今天因為場地限制的關係 讓小馬沒有辦法把他的滑板真的發揮到最好 但是因為平時成績啊 小潔贏小馬 所以平均之下 小潔就贏了 對 所以小潔其實你在那個平時成績是第三名 就是已經是很高 所以只要平均起來 不然的話其實 其他的那個弟弟們也成績 平時成績都差不多了 只是小馬比較吃虧 可以在比較後面 十一名嘛 對不對 那是在加油 對 難不好是一直說你很棒 嗯 好啦 那就加油囉 小潔 謝謝 加油 恭喜 恭喜 現在公布第二名 第二名可以得到我們的 貝亞的鞋子 耶 那請君姐來幫我們 第二名的得主就是 Terry 耶 Terry 平時成績第四名的Terry 擺脫上次成績不佳的窘境 以華麗動甘的爵士舞獲得青睞 恭喜你囉 哇 來君老師 我們掛上了 勝利的 迷彩 背章 鞋子一雙 當然啦 我們要Cherry 這邊所感謝老師的話 還有什麼其他的話想講 嗯 嗯 就 我滿謝謝這些 這一群兄弟啦 對啊 就是 雖然 大家都各忙各的才藝啊 不過看到都會互相鼓勵一下 有沒有要幫忙什麼 有沒有要做什麼的 我覺得 大家都很互相 真的齁 對 你都會稱他們為兄弟 啊稱那個真正的兄弟為學長 哈哈 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哈哈哈哈 我看了那個鬼屋那一集 我真的傻眼 我想說 你幹嘛一直叫人家學長 你有跟人家那麼親嗎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我真的沒有卡到陰好不好 我覺得你叫錯人啦 嗯 不要跟人家那麼親近啊 那個才叫兄弟 這個叫做 同學 對 真的 不管怎麼樣 來 講評一下啦 艷琳哥 所以整個今天的狀況 跟整個表現 比上一次強很多 真的 我覺得這一次的主梗 主要的精神 還有整個內容 還有你跟椅子之間的互動 其實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整個感覺讓我 藍波老師 均一姐都覺得 就是毋庸置疑 第二名就是你 因為他覺得 我們覺得一致認可的是 你在整個設計上面 包裝上面 其實是很花工 很用心的 但老實說啦 那個服裝的部分 安妮哥還是 還是覺得這很像 牛郎店穿的衣服 你知道嗎 就是 總覺得就是 怪怪的 就好像美國武男 美國武男 那感覺 但是整體的這個 才藝的表現 其實很棒 很棒 謝謝你哥 均一姐覺得 跟安妮的想法一樣 其實我覺得上一次還記得 Terry是在平時成績 危險的其中一個 但是每次他 睡過頭 對他都是用他的 真的很棒的才藝表現 來扳回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份用心 值得大家學習 還有我覺得Terry的態度 一直都還蠻好的 除了上次是睡過頭之外這樣 加油喔 恭喜你 恭喜Terry 繼續加油 阿妝不要花那麼濃啦 近看有點害怕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公布 第一名了 可以得到的是 大雅最想得到的 三六零 也 快第一名 不用多說了 十字名歸人 我們歡迎 歐拳 平時表現就十分優異的歐拳 今天再度以驚艷萬分的 Michael的舞蹈 我的地面的佳技 再次恭喜你啦 謝謝 讓我們今天總的頒獎 哇 這是Xbox 哇 哇塞 你很厲害耶 好厲害喔 我看了都想那種 沒有 我幫你拿一下 好 來講一下那個 第一名的感覺 又第一名 首先我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真的在這麼好的一個舞台 然後模仿到我從小到大 這麼喜歡的一個偶像 然後謝謝評審們給我的肯定 然後也謝謝大家看我的表演 然後今天 兄弟們真的表現得很棒 比上次還很棒 對 又有兄弟 你也兄弟了 然後 我們以後還要繼續加油 對 萊娜 菊姊 我其實上一次就很擔心 奧犬第一次淘汰賽 已經表現到一個很極致 跟小潔的搭到 我就有點小擔心說奧犬還能再怎麼樣表演 雖然同樣是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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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又給了大家 哇 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就算你們每次都是舞蹈 都沒關係 如果你有本事就每一次都讓我們 哇 那也許你還是可以蠶連寶座 但是千萬不要把第一名獎品集合起來 之後上網去賣喔 他應該會打一次 你撕一下賣給我 兩個私下解決一下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奧犬 從開始錄影到現在 我一直都覺得他很認真很用心 然後Andy哥跟他講的話 他都有放在心裡 那從一路來到現在 為什麼老實說我選他做班長 其實弟弟們也會覺得誤會說 為什麼我特別關心熬犬或什麼 其實在第一次的表演當中 是我跟他點一件事而已 他就可以發揮了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而言 在節目裡面 我覺得是加分很多 然後再來每一次淘汰賽 讓我想到其實當初的大雅 真的我也是 大雅那個時候哭著跟我講 那其實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看中的人 我真的覺得在這個演藝圈當中 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努力 而不是只是來這裡打混魔魚 有beater的感覺 對 而且他可以創造一些很多不好 好的東西 讓別人可以值得學習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真的 大雅加油 所以你也可以得到那個 我也想要得到XY 你來不及了 你出來的 可以拿一下 借你玩一下 好啦 希望奧犬可以像大雅看齊後 也可以提早從我們這棒棒堂 好好畢業 然後變成一個Superstar這樣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奧犬 謝謝 恭喜恭喜 好 開心的時間過完了 不要生氣啊 堂主 現在要來這個 好好的 面對現實啦 首先呢 我們看到這個板子上面啊 這個超大的板子上面 除了這個已經被淘汰 還有出國的人之外 有四個紅槓的 紅槓的這四個人呢 麻煩你們先下來一下啦 就是這個危險邊緣的 多多毛地面線的小黑人 在這邊一排 唉 為何出帥會如此難過呢 金星請來四個人先講一下 我這次對自己 特別有信心 在兩三個禮拜之前我就 趕著去找老師練踢踏舞 雖然是 雖然是這次的評審技在最後一名 但是我覺得自己有機會可以翻牌 那小黑人講一下 我覺得今天自己的表演不是很好 因為沒有很充分的準備 所以就表現 就 不是很好 就覺得有一點 其實你的那個打扮上還蠻用心齁 但是 整個表演有一點 Tempo上面了齁 感覺 有危險嗎今天 覺得 那 馬蒂 馬蒂說一下 就是可能是 工作人員都有一點誤解 什麼樣的誤解 正清說明一下 嗯 不要哭 好 上次被選出來是說 這個工作人員覺得你比較 欸 好像有一點點傲慢 那你覺得咧 你會這樣子嗎 就可能是誤解 其實你不是一個傲慢的人對不對 是不是話比較少 比較不會去跟工作人員聊天啊 或者是 嗯 所以就是溝通上面 然後有一點 好 先不要哭 先不要哭 不要哭 來面線講一下 你的 就 覺得今天才藝表演沒有說 到我 想像中的那麼好啦 對啊 所以說如果還有下次還有機會的話 我會